今天早上法务部进行华光社区强制拆除作业 这次要拆的是里面还有在住人的两户民宅 其实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 就已经有百名的学生陆续的聚集到华光社区 要来守护华光居民们的居住权 他们一起守夜到今天早上 但是法务部仍旧不同意缓拆 现场是居民学生和警方爆发冲突 三月二十七号十点四十六 这段时间三月二十七号十点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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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拆除建议及知识 头绑不挑搭起高台 百名学生和华光社区居民 主城一道道人墙 挡在要被拆除的两户违建户前 与警方僵持不下 狭窄巷弄的另一头 学生们手勾手静坐 唱起华光战歌 小小的屋子内更是挤满了人 他们要以肉身抵挡 捍卫华光居住权 他以前五十年到现在 就是前七年以前才开始告我们 说我们是违建 以前从来也没有人告诉我们 说你自住的是违建 你要扳钱 从来没有啊 重点根本不是在于弱势非弱势 而是政府本来就不应该用民事的方式 来处理政府跟人民的关系 何况这些国有土地上面的聚落 要不是战后的时候 你政府默许人民搭建的 你中央政府没有提供相应的 拆迁补偿或安置的方法 上午十一点左右 大批警方集结 强心抬走 监守家园的民众 警察甚至爬上屋顶 强制驱离 百名声援的学生民众 早夜十八小时 还是挡不住怪兽的无情摧毁 谢谢同学们来支援我们 我在这里 联合公公公已经住了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我们的政府只会图立宅团 连宅房只要图立宅团 华光社区就算人再少 这件事情的发展再默契再失望 但是华光只是第一个开始 它是台湾第一个案例 之后台湾有很多案例 我们学生 我们居民 还有其他破迁连线 反破迁连线的同盟们 我们会继续努力 尽管法务部强调 依法行政 无法有据 但不顾华光社区历史渊源 强制执行 居民要求的合理安置 撤销不当得力 希望决策者 真正能够愿力倾听 新唐亚菜电视 如天长张俊轩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